III 哈囉各位朋友大家好 就是我們今天拍這支影片主要要來介紹我們做的第二支手工吉他 為什麼說我們 因為這一次不僅僅是我自己在做這把吉他 同時內人軒宇有跟我一起合作 我們有一起做了這把吉他的各種面向各種部位 那當然樂器最主要的東西就是聲音 所以我們先來聽一段他簡單彈奏的聲音 彈一段指法的東西短短一小段 詞曲 李宗盛 好 這把鼓演吉他基本上我們也是在陸聖木器 跟林一維林老師學習製作 那這次的使用的材料跟上一把其實大部分都相同 最主要不一樣的地方是面板 面板的部分我們所使用的是3A的Western Red Seeker 就是台灣有人翻譯叫紅松木 也有人翻譯叫美西檜木 那不管他的中文翻譯是什麼 總之他英文是一個Seeder的這樣子的一個英文名稱 那這把吉他基本上他不是鋼琴吉他 是鼓演吉他 他的聲音的特質跟鋼琴吉他當然是完全不一樣 彈奏空間也跟完全是不一樣的 誠實的說的話 我對鋼琴吉他其實本身是外行人 但我還是希望盡力可以彈奏一些東西 讓大家可以聽一下這把吉他的聲音 希望大家見了 那剛剛彈的是Finger是分散的東西 我們試試看用整體的就是彈 彈奏一個和弦的聲的方式 來聽聽看古典吉他所呈現出來的感覺 來聽聽看古典吉他所呈現出來的感覺 好 嗯 古典吉他的聲音基本上 他的彈性比較充足 比較足夠 也不能講彈性 就是他的聲音聽起來比較柔軟 然後 聽起來比較渾圓 不像鋼琴吉他 比較鋼香有聲 那聲音的指是怎麼樣 我想大家就耳朵去聽 我就不再多贅述 那介紹一下這把吉他基本上 有一些比較特別的地方 包含琴頭的部分 是古龍自己畫出來的 自己設計的一個造型 然後 紙板這次改用黑檀木 然後 香邊的部分也是選用玫瑰木的香邊 那比較特別的地方在於 他有 尾片 做了一個尾片 五文蜂木的尾片 其次還有 背部有一個 背部的中線 就是中間有一個香邊 也是五文蜂木 那最特殊的地方 是在於我們 琴總貼片的部分 琴總貼片用黑檀木中間 香了一個天的字 那 這個香這個天 是有一個簡單的來由 是因為 訂購這把吉他的買家 是我在診所所遇到 一位 一見如故的大哥 那他並沒有 他沒有任何的要求 他就說 他希望吉他上面可以有一個 屬於我自己的記號 所以我想了一下可能 簽名或者是都很奇怪 想說就像一個自己名字裡面 有一個天的字 那不相右是因為右有點複雜 那接下來再彈一首是 《愛的羅漫史》 我也只會彈這一首古典樂曲 那這一首曲子是 也不算古典樂曲 《愛的羅漫史》 那可以聽聽看看高把揮的聲音 好,我們就直接來彈 《愛的羅漫史》 咦,《愛的羅漫史》 好 呃 大概到這個地方 我們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那還有一些特殊的位置 還有一些特殊的地方 再做最後的說明 就是 基本上這一次的琴橋是 真的是完全用手工製作的 從一個長框形的木塊 把它慢慢的修成这样的形状 那因为我很感激这位对我一见如故的这位大哥 所以擅自也帮他装了一些比较多的设备 包含就是我帮他换了一套新的弦 Tadario的EJ46 然后在琴角的部分 我帮他加装了一个String Tie 这个东西绑弦比较方便 然后其次就是他的尾巴的部分 他比较不会绑的 比较像一般古典吉他一样绑的一圈一圈的给扎乱 那这个String Tie是跟台南的一间志琴家工作室 旅宣程网路人称H大人购买的 蛮不错的一个东西 那也推荐有弹古典吉他的朋友购买 我相信在这方面我是很皮毛很皮毛 所以我也不便说太多 所以这把吉他再过个几天 基本上我就会交到新的主人的手上 那很开心能有这次的机会 可以为这位大哥制作的属于他的吉他 所以最后我们再弹一段乐曲 然后我自己个人很喜欢八大提琴伴奏全奏曲 让大家看一下看一下 看一些官方的吉他的照片 那谢谢大家 那目前小弟手上还有 还有一些吉他的订单在做在制作 也很感激各位朋友的支持 希望可以再做出更棒更好听的吉他 当然还是要谢谢陆色木器的林一威师傅 没有师傅带领我想我没有办法做出这些东西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